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隨著自己都年齡增長 都聽得越來越多個案 有些可能在講自己的平輩 甚至乎有些 認識長輩 慢慢就會累積到這些問題 開始追蹤著血糖 控制飲食 也有些已經發了糖尿病出來的 也都聽不少了 那有糖尿病現在是怎樣去醫治呢? 其實聽起來就很煩的 你要經常控制著血糖 你要聽就是打糖尿病 自己幫自己打針 以我作為一個怕打針的人 如果你要我患上一種病 是要天天幫自己打針 就是很痛苦啊 但是可能就是這樣說 很多時候都被迫的了 你不喜歡打針 怕打針 你都要打的了 而且打的那些針不少東西的 不只是有針 是粗針來的 很多時候還要是 打就打到那個肚皮上 變成看到有糖尿病的人去... 還有病本身是沒有一個根治的方法的 你一直就要依賴著這種藥物來去維持生存下去的時候 會有一個很大的痛苦在那裡 有時候控制得不好 也都有一些其他的很麻煩的反後果 就是病的結果在那裡 我覺得這個病很嚇人 你問我 但是大家要記住 糖尿病是分很多種類型的 我們主要說現在就是type 1 第一種 有沒有辦法現在可以減輕打針的痛苦呢? 你說如果一型二型那些 我們都知道病因可以有些不同 二型那些很多時候純粹是 就是你肥的頭就紮住了 令到它的胰島素供應出不了 你通回去 可能減肥 有時候就會減輕一點 但是基本上都是那個 能夠去排出胰島素來控制身體血糖的機制失效了 我們都知道 胰島素這件事就是我們消化系統裡面的其中一個分泌來的了 你可以說是消化液的其中一種 但是另外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血糖的控制 你要去控制它的時候 有人又講遠一點 有人就說你可不可以做一些基因的改造 令它重現出來 甚至乎是幹細胞的注入 有些人就說在你那個胰島那個廢棄了 沒有了功能的器官的部分那裡 可不可以將它你附近的其他器官的一些細胞 拿出來去改造它 令它變成可以產生胰島素的胰臟細胞 但是現在是想到一個這樣的程度的 就是說如果想到這裡就想到很瘋的 就是說你已經可能有些糖尿病的嚴重程度就是說 整個胰臟都被它的胰島素出不了 結果胰臟自己本身就被胰島素插死了都有的 令它沒有了器官這樣制的 就是那些很嚴重的情況 但是有人就說可不可以拿到身體裡面 其他器官的細胞來將它做一個改造 很多時候是一個幹細胞層面的改造方法 令它能夠產生 就是變成一些有產生胰島素功能的東西 那是去到有這樣的層次的 但是你問我 現在這些都還是在一個叫做 就是實驗室的階段 你真的擺去一個正式的生物去做 都還沒有去到這個層次 但是也很希望這裡會有些成果 另外一方面就可以想什麼呢? 你可不可以去發明一些更加好的 這些這樣的糖尿藥 就是以前就說你去 現在每天打的糖尿藥就是那些胰島素 曾幾何時就是說 這些胰島素你人工沒有辦法去做出來的時候 你由其他的生物去提煉出來 就變成一個很貴的一支針來的 然後你那支針還要貴之餘是每天要用的 所以你會發覺以前來說 那個打胰島素來醫糖尿這個遊戲 就是絕對是有錢人的遊戲來的 就是講的是100年前的 就是1920年代就是差不多了 但是到今時今日 就是自從我們有這個人工方法 來去提煉這個胰島素之後 就已經是一個福音 但是剩下的問題你還要天天打針 那有沒有一些更加聰明的方法 來去令到減少我們用藥的時候的麻煩 或者痛苦呢? 那我覺得這個禮拜就有一宗 我覺得都非常之正的一個科學新資 可以去跟大家講的 就是一種叫做Smart Insulin 就是植疫就叫做一種叫聰明胰島素的 一種新的藥品就正在快將成熟中了 那為什麼會聰明呢?這個胰島素? 是的 我們的身體就懂得去調節 就是我們身體的器官就是感覺到血糖高 就會懂得下命令叫個胰狀 就擠多胰島素出來 這個很多時候跟我們吃東西下去有關 吃東西下去 一下去吃東西就很多時候 牽涉到吃一些糖分下去 或者一些油那些東西 突然之間就令到我們的血糖血脂高 於是我們的身體有一個反應 就是感受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知道有東西要來消化了 於是就叫個胰狀去分泌胰島素 就是說那種感知身體去控制血糖的部分 那個功能就已經在我們身體裡面 當然如果身體已經沒有了產生胰島素的能力 你感受到有血糖高低 你都給不了反應下去 於是身體的血糖就失控了 另外就是說如果你就算打了胰島素下去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你如果不需要用的時候 你打下去其實就浪費了 你可以壓到血糖高低 就是你一有胰島素去就和你壓低血糖了 但是為什麼我們看到一些糖尿病的病人 一天要打幾次針呢?就是 他吃了東西 身體的血糖就會高 於是你就要打一些幫你消化這些控血糖的一些胰島素下去 這樣就給你壓低它 所以你基本上吃多少餐呢?你就要打多少次 其實就是那些胰島素的效用一打就一陣就沒有了 所以這一種就是我們什麼時候需要就什麼時候打 結果他那個用得厲害不厲害 就是由我們人老自己的決定去控制了 但是如果這件事情是不需要我們自己經常管理著 是可以就這樣自己可能吃一大劑下去 他自己裡面立刻自己就去決定什麼時候放些什麼時候不放出來呢? 就是將那個叫做控制胰島素發放感應外面的血糖變化 然後控制胰島素發放這個部分 變成了一樣可以自動的過程 不需要我們自己去寫下來去記住的話呢? 那就是一個叫做聰明的胰島素的一種這樣的藥品 就是那個概念上是這樣的去來的 好啊 但是為什麼義島素一定要打進去 不可以這樣吞下去呢? 你很多事情你看過不過得到胃 就是這樣講 你那個藥可不可以口服藥呢? 很多時候就看你過不過得到那個開頭的那個消化系統 就是由那個口水啊 還有你的消化液那裡熬不熬得過去? 如果那裡就已經是熬不過 令它變了質的話 那你的藥就浪費了 所以就變成有些東西你要直接打下去 而且要直接打下去 你想要的部分 就令到它的效果就更加快可以到 這樣子 就是由時你都可以想到 有些藥你可以就這樣 自己由皮下或者靜脈注射 這個也都是有多少就是 是由那個藥的性質決定了你是怎樣給下去 我們當然是希望有些東西盡量可以口服就口服啦 就是不用那麼痛苦啦 但是有些藥就是我們做不到那個口服製劑的時候 就被迫著就要這樣打進去 那麼義島素就是其中一樣這樣的東西 我想這個其實這個需求很大的 大家知道現在很多人有糖尿病啦 但是如果說是做到的 我想是晨早做到的啦 那當然就是剛才你說的有一個很大的技術上的困難啦 那你說到這個就是它那個聰明的地方呢 它那個結構是怎樣的 就是這個現在這個就是打它這個義島素 為什麼可以說一個禮拜才需要打 不需要每天打呢 我覺得想的人也都很聰明啦 我們可不可以就是說 將這一套自己因應著外界血糖的環境 才放多少義島素出來的這件事 是放了藥裡面呢 現在就原來有幾間藥廠是專攻這個問題的 那麼我開始想 哇 你是不是要放一部機器下去呢 那原來又不是啦 就是說如果問我一個物理學的人 可能又覺得想一些東西 向工程學那邊想的東西會比較像 就是說是不是我們要準備自己擺一個機器 或者就是它懂得發私號令 就是什麼時候放 什麼時候放 什麼時候可以放多一部機器在自己身體裡面呢 原來又不用的 那原來現在藥廠它想到的方法就是什麼呢 你就將那些義島素 就將它放進去 就是跟一些的聚合物去結合 那種聚合物它是可以在身體裡面慢慢溶解的東西來的 就是它不是一塊膠 但是一些呢 一塊的聚合物 那個聚合物裡面拌了一些 裡面會藏了一堆堆仔 一堆 一小一堆 一堆一堆的義島素在背後 我想那個情形有點像什麼呢 那些洗衣球那些這樣的東西 就是一個外面的東西包裝就是 你遇到水它就會自動溶了外面那一堆 接著那些這樣的洗衣液就可以自動放出來了 那甚至乎就是說 你如果將那個外面的包裝做得厚一些和薄一些 你甚至乎可以控制到它什麼時候才溶掉 去發放的時間呢 那很多時候呢 就是我在想著 如果有塊東西 它是可以慢慢溶出來的 而且溶的時候呢 它會因應外面的環境 有時溶得快一些 有時溶得慢一些 那所以他們就想了 我們去製造一個聚合物 這些聚合物它是由什麼組成的呢 它的行為是可以隨著外界環境的糖分而改變的 如果它是外界環境的糖分高的時候 我就自動懂得 就不是一個機器來了 就是那個化合物本身的化學特性 就已經能夠因應了外面的血糖濃度高低 而決定自己溶解速度的快慢 那所以如果需要能夠做到一個 可以自動幫我控制宜島素發放的一種這樣的化學聚合物的時候呢 它需要有的化學特性就是什麼呢 在外面血糖濃度高的時候 它就溶得快 外面血糖濃度低的時候呢 它就溶得慢 甚至乎不溶 於是乎又做到一個效果就是 血糖高的時候 它就懂得溶解 然後就把裡面包住的其中的一些宜島素都放出來 那就是變成了整塊這樣的東西 一種要聰明的藥了 它其實就不是一個機器來的 就是一種設計得很好 包裝得很好的一些化學物質 它是有一些會能夠因應外面的環境 而去改變自己的性質的一些化學物 然後它溶到一個地步 就將它藏身在裡面的宜島素就放出來 這樣 而由於這些東西本身就要是藏好了 蓋好了 在未入到你的身體裡面的時候 就不會這麼快去立暖去溶解 所以本身它這件事情就應該都要是能夠 就是 就是 你甚至可以考慮就是 將它做成一塊可以厚服的東西 可能都是一顆藥丸 然後那個膠囊就在肚子裡面拆開了出來之後 就變成那些東西就慢慢在你的腸道和血液裡面 慢慢去溶解它 它就可以是一些比較大塊的化學物質 就被腸道進了血那裡 然後這些物質呢 它還是自己藏著一些宜島素在那裡的 適當時候才會將它釋放出來 有了這個原理呢 法國就是說 就是現在已經去到一個測試的階段 就沒有去到人了 就是現在都拿老鼠試的 法國可以做到就是說 你可以將原本天天要注射胰島素 自己懂得控制定時定後 嘩 先吃東西打定 或者剛吃完東西馬上打回來 這些情況就可以忘記它 就可以說吃一顆口服藥 就是可以一個星期 在這個星期裡面 你的血糖都控制得很穩定了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能夠做得到的時候 首先就是地球上面真的 就是越來越 除了越來越多 垃圾食品的飲食 患糖尿病的人越來越多 所以研究這個方向糖尿藥的藥廠 原來是非常積極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叫做 能夠因應外面反應 而去發放胰島素的這種叫做聰明胰島素的 這種糖尿藥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它很快就會出現 那如果它不用打針呢 這個東西呢 我想很多人就給多少錢都會覺得值得的 是啊 實際上可能令到成本都可以減低 最後就是那顆藥 然後那顆藥就是你一個星期吃一次而已 然後你免了所有打針的痛苦 然後你一樣可以控制血糖 控制得好 糖尿針要冷的 還有有時候不僅是胰島素 還有一些東西是有其它的控制血糖的藥 我們先前有提過的 現在這個時代是有人去濫用一種糖尿藥去減肥的 它是一種令到你不做運動都完全沒有食慾 然後就是可以自動給人瘦的一種針來的 所以有人就企圖用一些不經醫生處方的方法 來拿到這個藥來給自己可以很懶地去減肥的 但是它的服裝藥令到別人想吐 又整天都會吐 但是大家覺得有瘦有靚 就吐一下不要緊 情緒低落不要緊 有人會這樣去想 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夠做到一個普通的口服藥 又不需要人打針 又不需要搞到這麼多 需要很多方法去保存這些針藥 那些針藥本身也不是便宜的 那你會發覺是一個對於糖尿病治療的 一個都挺革命性的一個變化 嗯 我們最後結束一下下一節再回來